空中楼阁 从前,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两个大财主 他们都很富有 一个姓赵叫赵财主 另一个姓钱叫钱财主 这一天,赵财主家的新楼盖好了 就请钱财主来参观 新楼凋梁画洞十分华丽 一共三层,也很宏伟 钱财主看后羡慕不已 十分喜欢这楼的第三层 于是打算自己也来建造一个新楼阁 钱财主找来了工匠 让他们建造楼房 工匠们就十分卖力地干了起来 第二天 钱财主来到工地 看工匠们干得怎么样了 一见工匠们正在忙着打地机 他就急了 忙问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工匠们说 在打地机准备盖楼呀 钱财主一听就火了 他说道 错了 错了 我只要第三层的楼 不要一楼二楼 你们直接建第三层就行了 工匠们一听 鼻子都气歪了 丢下手中的火就走开了 小朋友们 万丈高楼平地起 没有地基 那能造出悬空的楼阁呢 我们的学习过程也是这样 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 一点点积累 一步步提高 总是幻想一夜之间 就能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是不行的 这就像是建造空中楼阁一样 是无法实现的